今日韩国举行百奖艺术大赏颁奖典礼 之前大热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只获得电视部门年度大赏 世帝、世后、最佳剧本和最佳电视作品奖全部失礼 不过宋仲基和宋慧桥依然是红地毯和颁奖典礼上存在感最强的一人 世帝和影帝双平民的刘亚人在前者之争中赢了宋仲基 但在后者之争中却输给李炳线 众所周知宋慧桥和李炳线曾在2003年短暂交往过 两人分手多年后几乎不亮相同个公开场合 前晚虽然同时出奇百想 但座位距离甚远的两人没有任何焦急 不过影帝比事后早揭晓 所以宋慧桥在台下见证了李炳线封地一幕 在颁奖结束后主办方邀请所有获奖者上台大合照 但是在公布的合照中有刘亚人、李炳线 和电影部门最佳人器男女演员获得者多景秀、秀志 却不见电视部门最佳人器男女演员获得者的宋仲基和宋慧桥 看来前任要同框并非一世